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又有了底气 所以换句话说今天虽然之前美股的大幅的下跌 所有的各项指标的向下的修正会 可给川普很大的压力 你会看到川普最近这一两个礼拜始终都是凑着脸 几乎没有笑容 但是当降息的讯息确定 美股开始反弹了之后 川普就得到了修正 得到了子弹 所以中美贸易战有可能因此而再延长 打延长赛 好 我们来看一下台股今天的盘面 台股的加均指数现在下跌84点 来到10376点 今天的最低点就在10376 就是告诉你说现在下跌87点 就是台股今天的盘面的最低点 好 台股今天成交量到现在为止709亿 预估量972亿 这个预估量跟昨天的成交量也差不多 昨天最后的成交量968亿 量看起来没有放大 不过你再看昨天的交易 昨天虽然也是一样收黑收中黑K 可是台股昨天其实从法人动向来看 法人其实很冷静 没有什么大进大出的情况 那从这个市场上面来看 外资跟自营商是小卖操 投信是小买操 合计三大法人买卖操是卖操18亿而已 好 那另外在期货的部分来讲 三大法人的台子旗的多空的部位的异动 外资其实进多单也只减少了61口 仍然有41759口的进多单 这个进多单的部位 基本上应该还在一个安全部位 换句话说没有很明显的偏空讯号 好 但是今天台股中究 因为受到萧麒麟的影响 包括昨天双王的法说 国据的这个就是说财报出来了之后 法说之后 大家都是偏空解读 所以你看到今天的盘面上面 有不少的个股 很明显的受到了昨天的消息面的拖累 今天盘面的比较弱势的股票 跌幅明显大于大盘的股票 包括了华兴科 美食KY 国据跌了9.5% 跌幅3.71% 雅光 台光电 郁金光 台郡 联发科 联发科今天也跌了7.5% 跌幅2.4% 南亚科 瑞育 玉楼 星星等等 这些都是今天市场上面 跌幅比较大的 能见度比较高的股票 好 那到底台股 在今天的这样子的 一个盘面的讯息之下 昨天的双王法说 为什么今天市场都负面解读 呈现台股的弱势 跟美股背道而驰 来 我们连线启发投顾的 资深的分析师李永年 永年在线上 相当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两个问题 第一个 昨天的双王的法说 包括国具的法说 很明显的今天市场上面 全部偏空解读 为什么 对 其实刚才香荣有讲到 就是说台积电 它到底会不会 受到美国的压力 然后停止跟华为来往 停止工会给华为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 是非常非常高的 我同意香荣刚才的讲法 非常高 现在市场上 可能大家的看法 也大致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认为说 台积电可能 它会受到美国的压力 那刚才人香荣讲说 这个美国政府 会不会对我们台湾的政府 施以压力 这个是一定会有的 我认为一定会有 可是它现在 它也可以不用对 台湾的政府施压 它就可以达到 这个阻断台积电 供货给华为的目的 那为什么 从哪个方向来看 其实我们现在台积电 它在Network有挂牌 有挂牌ADR 是的 对不对 那现在的美国 它可以用就是说 你是在我们这个美国挂牌 所以呢 是用我们美国的资金呢 来做你的生意的 所以我不管你的这个产品的 含美量是不是达到25% 你是从我们这个美国 拿到资金来做生意 来卖东西给这个华为 那我就有权利呢阻止你 这个因为你是等于算是美国上市的挂牌的企业 是的 所以我可以阻断你这个供货给华为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会比较大的 所以呢 现在台积电呢 它虽然它已经呢 这个已经宣布说 我不管怎么样 我就是要卖东西给华为 可是呢 它也保留了一个条件 就是说 它在昨天 刘德英在昨天的这个股东会里面有讲到说 它真正的情况会怎么样呢 它要到7月的时候 它才会做一个关键性的宣布 所以呢 它一定还是做一个保留 所以这个是呢 这个市场上呢 今天对台积电的这个 这个股东会的一个解读 那所以呢 它现在造成呢 它的股价呢 已经跌到了5块钱之多了 那么呢 这个就是一个市场上的解读 那么我认为呢 从技术面上来看的话呢 台积电今天呢 它非常的辛苦 它必须要守住呢 230.5这个价位 那守住230.5这个价位呢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在5月28号当天呢 这个出了一个9万9千张的大量 那这个大量的低点是在230.5 那也就是说 今天万一这个收盘价 是跌破了230.5的话 那230.5就形成了一个大量的套牢压力去了 那么以后它要再反弹呢 困难度就很高了 那而且呢 万一不小心 它又跌破了这一波的低点 227块的话 那么呢 我们从这个技术面上来看 从这个日线图看 那大家可以发现 它就会形成第五波的下跌 波浪理论里面的第五波下跌 那末跌段呢 其实一向来讲是最可怕的 因为呢 末跌段可以不断地延长 它可以因为消息面呢 技术面的不断地延长 所以呢 这一点来看的话 对于台积电是会比较不利的 从技术面上来看 那所以投资朋友呢 要特别的注意 就是说 如果在两个礼拜之内 这个台积电呢 应该说下个礼拜了 因为下个礼拜呢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6月11号 它是个关键时刻 为什么6月11号 是个关键时刻呢 因为5月11号的时候呢 川普讲了一句话 就是说 如果在一个月之内 这个中国大陆不低头的话 我们讲的很简单 白话我的讲法 就是说 中国大陆不投降的话 那么我就要对 剩下的3250亿呢 提高关税了 所以6月11号 就是一个关键时刻 那所以呢 到6月11号 到底事情会演变成什么样子呢 那也是我们台湾股市的 一个关键时刻 那我这样讲 到6月11号以后 如果说我们台积电 还是能守住 227块的话 那么呢 就止跌有望 有机会呢 出现一个止跌的迹象 可是反过来讲 万一呢 到时候呢 一下子跌破了227的话 那么台积电 往下走的可能性 就非常高 那这样子一来 那台湾的股市呢 又加权指数 往下走的机会 就非常高了 那至于说 大力光来讲的话呢 大力光呢 他现在 因为大力光的 这个法说会啦 他们的这个 董事长的报告 一向是实话实说的 所以大家都很相信他 那么他也讲到 说到下半年呢 他的这个看法会比较保守一点 那最主要原因在哪里 最主要原因说 因为呢 华为也是他的一个大客户 那华为是他的大客户呢 而且呢 因为他的 他的这个镜头呢 都是用在高阶的机种 那么对于其他的零主 华为的零主件供应商 我倒不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呢 你即使华为的这个需求量减少 那他的这一块的市场呢 还是可以由其他的一些的 大陆的厂牌呢 来填补这个空隙 像是OPPO啦 Vivo都可以来填补 那可是呢 因为大力光是用在这个 他的镜头呢 是用在华为的高阶机等机种上面 但是其他的大陆厂牌 没有办法来填补的一个空缺 所以呢 这个如果说呢 到时候呢 这个华为的需求量减少的话 那对于大力光的营收 当然会有一些的问题出现 好的 对不起 那我打个岔 因为大力光的走势跟台积电走势 是不一样的 对 因为台积电今天呢 就现在跌五块 看起来呢 开盘之后呢 就一直在往下走 可是大力光却是开低走高的 对 那这个开低走高 这个地方该怎么解读 这算是他的一个短期的底部吗 因为今天大力光开的还蛮低的 但是现在拉上来了之后 虽然还跌了145块 但是看起来并不弱啊 对 OK好 我们这样子讲 因为大力光呢 它是具有一个指标的效应 当然台积电也是具有指标效应 那可是大力光呢 它的最大的指标 指标效应在哪里 在于说 因为它是这个股王 它的最高价 如果说呢 它的股价呢 今天开跌停 就直接打到跌停板 说起来的话 那么呢 这个比价效应会造成呢 其他的电子股 高价股呢 大家兵败如山倒 那将会形成个股牌效应 所以呢 今天如果我是政府基金要护盘的话 我一定护大力光 我一定会用力护大力光 所以它今天呢 开低走高 它既然有一个利基在哪里 利基在于说 它今天量能放得非常的大 到目前为止已经2272张了 看起来呢 今天应该可以达到3000张左右的这个大量 那如果是个大量 它又开低走高的话 就变成一个量价配合 那么呢 会形成一个怎么样 大量成底的一个这种企图 我们不敢讲说一定会成立 可是会成为一个企图 那么呢 而且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大家看一下 在今年的1月11号当天呢 大力光 它是出现个跳空大涨的一个走势 跳空上 在那边留了一个跳空缺口 跳空缺口的位置呢 高点是在3435块 所以你看 它今天开盘价是3255 可是呢 它到盘中的时候 就已经完全填补了这个跳空缺口 那填补这个跳空缺口的意义在哪里 在于说 它如果填补这个跳空缺口 它如果今天没有填补这个跳空缺口 就变成一个双重的跳空缺口 在3435以下 变成一个双重跳空缺口 双重跳空缺口一成立的话 就形成一个大量 一个大的一个圆弧头 那这个圆弧头呢 是为期用了5个月的时间 做出一个圆弧头 那以后呢 要突破 要破坏这个头部结构 就很困难 而且呢 有可能会展开一个大波段的下跌 所以在这里 今天盘中的低点 3255呢 是未来两个月 大力光必须要立守的一个 这个将界 那这个界限一定要守住 如果不守住的话呢 它未来呢 就会很麻烦了 那如果大力光开始走 开始这个头部成形 开始往下 再继续往下探底的话 那整个大盘呢 也是一样 就有可能会探底了 那不过呢 今天呢 还有一个鸿海 鸿海呢 到目前为止的表现呢 是 好像是唯一的中流砥柱 OK 好 那为什么 它跟大力光的 这营收呢 是相反的 这大力光呢 是双减 但是鸿海 竟然还是双真的 对 没有错 因为我觉得鸿海 很有意思的一点 其实在过去的 这几年里面 每一次 当鸿海呢 他要提出 他的营收 还有或者是 他要公布 他财报之前 全市场 几乎都看谁 这是他 变成过去 这五六年来的 一个传统 你知道吗 每一次 他都看谁 所有的法人 都说 他一定衰退 怎么样 结果呢 他每一次 都创新高 所以他每一次 都出乎大家 市场预期之外 他这一次呢 五月份的营收 也是一样 他也是出乎 大家意料之外 他不但没有衰退 而且呢 他五月份营收 创了三月的 同期的新高 历史的新高 他是又预期的 那么另外一个 他今天会不跌的 一个主要的原因 我认为是说 因为他在之前呢 已经呢 充分的反映过了 他的这个 大家市场上 对他的不看好 那么而且呢 外资呢 也是卖的 已经差不多了 到一个水准了 再加上 他的股价呢 已经跌到呢 他一个长期的 这个低档区了 长期的支撑区 也就是想说 他的整个呢 你从基本面的反映呢 还有他的这个 技术面来看的话 他都已经跌到一个 他的这个充分反映 他的业绩 基本面 以及呢 技术面的一个位置了 所以呢 以长期来看 的话 我认为说 红海呢 他在 他如果能够 继续守住呢 68块 68块 就是他在金融海啸之后的 一个低点 这2011年以后的 一个低点区 如果能够守住这个区域 再守一个半月的话 那我认为说 以红海的 他的基本面来讲的话 他应该会有机会 展开一个比较强力的 一个反弹 好 刚刚呢 针对这个 就是说中美贸易 在尤其是呢 美股的这个降息 说法所引发的 就是说国际股市 从美股呢 延烧出来的 国际股市的 短线的变动 以及呢 台股 那三支呢 非常重量级的股票 台积电 大力光 跟红海 那在昨天呢 陆续讯息揭露之后呢 今天市场上面的反应 那分析给大家听 让大家呢 做呢 这个接下去的 投资时候的参考 感谢呢 为大家做呢 这个盘中服务的 那启发投资的 资争的分析师 李永年 永年谢谢 谢谢 好 那下回再麻烦 我们要先进到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呢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呢 这个筹码面的变化 那因为 因为 现在是在六月初 那因为明天呢 是端午节 有三天的假期 大家相信呢 端午之后呢 可能盘数有些变化吧 那不管有 或者是没有了 总而言之 大家就是不希望呢 在比较长的假期 即使只多一天 都不希望去冒险 好 那大概 端午节假期之后呢 营收呢 大概都公布的差不多了 这些营收 有没有哪些 特别值得注意的看点 广告回头之后呢 我们要连线 那顶页投顾的 资争的分析师呢 图敏锋 请敏锋呢 为大家呢 做这种五月营收的 那比较深入的解读 请敏锋呢